如果强行搭配的话 柯文哲未必选得下去 侯友一眼未必选得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为什么国民党不敢决定支持 民众党副手人选不知欲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民众党在中秋节9月28号出怪招 这个怪招打得国民党措手不及 事实上这个怪招我老早我就想到了 只不过柯文哲提了出来以后 国民党有一点惊慌失措 原因是在于说 民众党的发言人杨志涵讲 能不能用第三方民调来定胜负 或者定高低定胜死 谁的民调高 谁就代表非力联盟出战 然后民调低的就宣布退选 各位可以看看 我是不是已经讲过这句话 我说 柯友宜柯文哲 国台民 找个十家民调公司可不可以 你们各推举三家 再找一家公正的 做十份民调 当然我那个是开玩笑 我那个是比喻 我那个不是真的 就是说至少三家 三方都要认证的三家 从民调上面比高低 所谓民调上面比高低 谁的民调高就代表 主流民意也好 非力联盟 执政联盟也好 就谁代表出身 这个人他只决定 他个人对决 赖清德 副手 由这个人自己挑选 那其他人 无论是侯友宜柯文哲 或者郭台民 全顾都退出大选 这一招出来以后 的的确确在台湾 很多人都在讨论 就是说证实了我的猜测 柯文哲根本不要什么 侯柯佩 柯侯佩 或者是郭柯佩 柯国佩 柯文哲根本不要 他要的就是说 一组完整的人马 可以运作的人马 对抗赖清德 那这组人马 不管怎么样 都是以民调定胜负 这也被我猜到 虽然我讲的是 开玩笑的一些话 但是这种开玩笑的一些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是认真讲 我一直以为 柯郭佩 侯柯佩 或者郭柯佩 等等这些 只不过是新闻议题而已 真实的现状 胜副手 搭配 如果副手不是他自己的人 请问 你叫大卫参选人怎么选 就是换句话说 副手一定要他自己决定的 至于其他的 包含立委的选举 如果说 柯文哲胜选 他只跑 所谓的民众党的场子 那至于 国民党的场子 就由朱立文去负责 就是说一组人马自己提名副手 反而比较轻松 而不是两人强行搭配 两人强行搭配 必然问题重重 果然也被我料到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国民党怎么应变 国民党现在应变的方式 还是团结胜选这句话 他没有其他的话 为什么 国民党究竟要不要 民调定胜负 这里我也讲过了 我说一个大卫参选人 要用民调来定胜负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那干脆台湾把这个制度 给废掉算 以后谁的民调高 谁就是大卫人选 就好了嘛 避免去花那么多的钱嘛 去折腾大家嘛 但是民调能不能定胜负 这个中间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第一个基层动员的问题 第二个装脚配置的问题 第三个政见的问题 那第四个政策归向的问题 第五个人事安排的问题 这一些都跟大选息息相关 各位不要认为说 一个大选就是选大会参选人 一个大会参选人有多少位置 三万六千多的位置 当然直接任命的是有六千多 直接任命 我只要选上了 我直接任命可以有六千多的位置 各位知道吗 但是真正说我可以安排的职位 要经过我点头三万七千多 所以直接任命六千多 间接任命三万七千多 加了起来四万三千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柯文哲现在在中秋节 提了这个震撼带 就是看国民党怎么接招 就是说你要蓝白盒可以 我们大家进行民调比对 输的退选 所谓输的退选 包含侯友谊 包含郭台 就是换句话说 赢的人有权力去决定他的副手人选 而不是你强迫搭配 这个国民党只有说团结胜选 团结胜选 团结胜选 金浮冲他也自己说 我是稳定了侯友谊的选情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侯友谊的选情 大家不是说 他是蒙虎出山吗 那为什么要稳定选情 这个中间国民党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或者是因素在干扰 侯友谊的大选 所以我们可以看 不要认为 真的不要认为 柯文哲讲的这些话 不代表民众党 是他发言人讲的 事实上我老早我就讲过 柯文哲是要一组人马 为什么原因非常简单 他只要一组人马 他才能够选下去 如果强行搭配的话 柯文哲未必选得下去 侯友谊也未必选得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为什么国民党不敢决定复首 民众党复首人选呼之欲出 这就证明了柯文哲 他要走自己的路 只不过他是迫于民意的压力 他在应付国民党 那国民党如果真的当真的话 可能到10月中旬 会被柯文哲打得措手不许 现在柯文哲的条件 已经提出来的 就看国民党怎么接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